鄭文燦是桃園市長 他跑到白宮去幹嘛 他跑到華盛頓去幹嘛 他做市長的話 他負責的又不是外交 又不是國防 又不是安全 城市交流 可能想取代蔡英文選總統 對 其實他應該去看看 華盛頓DC的市長比較對稱 為什麼他要去見著 而且如果說我是桃園市的 見到的好像是代理副駐親 代理副駐 這是一個什麼規格的官員 這個時候他就應該要把他的行程 要不要搞得這麼好 好像很神秘的樣子 他應該要透明 因為說實話 這種出外的這種訪問好 他基本上他可能還是花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白宮基本只要申請就可以進去 旅客 遊客都可以進去 所以也不是 即使是真正的白宮 也不是像下面所說的 這麼樣子的了不起 而且陳菊那個時候 人家也進去了 人家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規格 我覺得是 台灣真的需要國際新聞 所以他們是需要國際新聞 從華爾到白宮 都需要詳細的解釋 他解這個白宮原來這麼大 真的是會鬧大笑話 其實白宮這個建築 在美國的華盛頓DC 它是最小的一個 最小的一個公家建築 一小文明 一小文明 不是一大文明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的觀念 總統是很小的 最大的 在白宮最高最大的建築 是美國國會 國會山莊 國會山莊是最高的 其他房間 房子都不能超過 國會山莊上面最高的那一層 他向人民最大 所以他講白宮原來這麼大 這個給美國人看起來說 原來你們這個行政關係 首場水準是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去過人民大會堂 另外一方面白宮 像柯文講的 說實話 他是開放民眾參觀的 誰都可以進去 不需要能夠進去以後 就這樣搞得神秘稀稀 刷一個存在感 又表示說他好像見到什麼 辦了什麼偉大的事 這個都顯示出我們的 目前的這個 像我們這個鄭市長 雖然他選舉選上了 可是他在國際事務 對整個台灣以外的世界 實在了解太少了 所以我們的選民 以後應該要睜開眼睛 像這樣子做這種事 在一個正常發達的 一個民主國家 他的選民 事實上會給他扣分的 說你做好 你做桃園市長 你把桃園市做好就好 你怎麼到公務時間 跑到美國華盛頓 你去做什麼事 我選你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這些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顯示了 鄭文燦市長 他對於台灣以外的事務 那種欠缺的了解 而且他知識 他非常的無知 才會寫出白宮 原來這麼大 是丟了桃園市市民的臉 我想下一次桃園市市民 在選下一屆的市長的時候 也應該把這件事情 好好記在心裡 他已經選完了 他已經不能離任了 你要不要默默進白宮 坦白講我沒有去過白宮 不過這個事情 我今天有私底下稍微了解一下 事實上像今年暑假 我不曉得兩位委員有沒有去 我們有一個立委的參訪團 事實上也進了白宮 你們也默默的進了白宮 也是到了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 其實只有國會議員 你跟他關係很好 國會議員也可以帶領過去 所有的委員 這個部分都是非常正常的行程 可是我回頭去查了一下 至少國民黨委員 沒有任何人把這個特別去 搞了一個新聞 發一個臉書什麼 因為我們就被交代 實質的關係比見得誰更重要 我們都被交代 就台美關係 就是說你比較合理 或正常的方式的處理 應該是低調 你要是實質的 而不是說大張旗鼓 坦白講 鄭文燦到了白宮 見了官員 我們是給予祝福 我說真的 這個對台美關係 當然還是或多或少 有些幫助 可是說要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去宣傳自己 搞得好像自己很厲害 甚至還搭了一個桃園議員 王浩宇講了什麼 創造了歷史 見鬼什麼歷史 右下角那兩個不是歷史嗎 對不對 所以真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默默的做 然後可能這個 就是說你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是太粗糙了 我在講 如果說見了官員的層級來看 這一次見的是什麼 代理副住親 實在真的很小了 那真的是不是很大官 如果你比較 2006年馬英九到了紐約 雖然他不是去華府 他到紐約是見了誰 當時的副國務卿 對不對 如果說那個層級什麼 所以不要說 這裡是什麼 創造一個歷史還是什麼 但我們有去華府 因為是我去的 搞不好有見到更高的官員 請問你是進了艾森豪行更大樓 默默的進入了白宮嗎 而且他們還有送我們一件 白宮的FBI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搞不好鄭文燦沒有拿到 我覺得還滿好穿 而且還滿好看的 你跟適合的成績還是不一樣 就有點演出好萊塢電影的感覺 創造的那種 創造的歷史是真的誇張的一點 創造什麼歷史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也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 就是其實是我們的代表處 是在誤導他 因為我相信 有可能其實代表處在 對 他們接待他的時候 同一哥嗎 就帶到他那邊 然後就跟他講 這裡就是白宮 所以就誤導了我們鄭文燦 就碰碰 他就告訴他說白宮有這麼大 所以這個部分屬於白宮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建議我們其實外交部 應該要去徹查一下 是誰誤導了我們的鄭文燦 是誰創造了這個歷史 要把它找出來 歷史是誰創造的 是誰誤導了我們的鄭文燦 是誰創造了這個歷史 要把它找出來 歷史是誰創造的 因為常常這種行程 都是會有我們的代表處 會有官員陪同 代表處應該會盡力的安排 是 因為一定會隨行 如果他就這樣講說 鄭市長 這邊就是白宮 他就以為是白宮 難道我們代表處那麼糊塗 可能代表處就是要幫他補 陳委員 放著他們吧 我剛剛才讚美你的高義老師 你現在什麼小事情 也要見縫插針 我覺得剛剛用大使 我們是擔心我們的代表處 你不用擔心這種事情 其實要實事求是會比較好 我跟你講 剛剛大使講的很多 我也不是很同意 我認為大使很square 你知道嗎 你現在要選立法委員 這麼square 很難選上 真的 你來刁鑽一點 要變通一下 從那邊到這邊 現在馬上到我了 第一點 你說跟他的職位 他桃園市長這個國防 國家安全 白宮管你屁事 你怎麼要去 這是二阿哥 這個民進黨裡面只有排序的 我先問你一下 他這個白宮原來這麼大 創造了這個歷史之後 你的排名是把他往前挪 還是往後挪 所以我等一下會講 等一下會 最後會公布 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二阿哥 現在明年 三阿哥是我們的潘孟安了 不 他現在是新的 那個是暫時 因為燈結的關係 五煙鑼一般就是 他還是會掉下去 他沒有資格做到前面 四阿哥 五阿哥 他沒有資格的 所以他們是在累積能量 在較勁 就好像康熙皇帝的小孩一樣 從大阿哥到十四阿哥 但每一個阿哥都要 拚自己的本事 累積能量 把自己的排序往前排 所以你不要太計較 他的職務到底有沒有關係 第二 你們都說人民都可以去 登記 排隊都可以去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我們的人 如果去了白宮或是到了哪一個房間 是應誰的邀請去見了誰 而不是那個排隊去遊覽的 你們把他混在一起 我覺得也不太對 不是 他在呼應他說白宮這麼大 好像劉勞勞進官員 我們就告訴他說 白宮其實不是那麼難進去 只是在呼應他的臉書上的一個說法 不是這麼困難 他既然只進去了 艾森豪的行政辦公大樓 他怎麼曉得白宮很大 他是從外面看 所以剛才陳委員才說 代表處的人跟他說你已經在白宮了 也許他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會感覺很大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相比 真的很大 或者是有人導覽 導遊 帶你去繞一組 比較太大 我覺得你說他很大 這個就是自卑感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 其實藍莉恐怕都有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卑微 他又是我 美國是我們的老大哥 所以可以去那裡操場一下 這個就好像春秋散國 有人去墳墓討飯吃回來 教其妻妾一樣對不對 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把自己看扁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小事 你還要張揚 有這麼扁嗎 可是你不是說二大哥對不對 這實在很可能 如果大家都扁下去 二大哥也下去了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這種心態 台灣沒有辦法站得穩腳步 所以他的排名是往前來往後 還是一樣 因為大家都下去 我覺得他目前還是二大哥 還是二大哥 大大哥還是賴清德 等到3月16號之後可能會變 所以3月16號之後 大大哥跟二大哥的排名可能會換 不容易 他之所以為二大哥 是因為他連任成功 而且上一次的票數好得可怕 他這次是很少數大都會裡頭 連任成功 所以才保住他的二大哥 他這個二大哥基本上是桃園市民給他的 因為他沒有桃園市市長 桃園市市民的支持 讓他做桃園市市長 他不可能有今天民進黨這個地位 所以他基本上 他不要把他二大哥的地位提得太高 應該他就是桃園市市長 桃園市市長說起來 他對負責的人就是桃園市市民 桃園市市民說實話 要鄭文燦去白宮去做什麼 桃園市市民今天要的是拼經濟 要的去帶投資回來 他們選出來的市長 要像我們韓國瑜市長一樣 出去就是拼經濟 就是把桃園的市場 把桃園的產品銷售到全世界 然後把他訪問的國家的外資 帶回到我們桃園市來 這就是他應該做的 在我身旁旁邊在哪裒市市場 集團運動 請問多點 我們會見! 到時分,我們講到 請! 我們會有分享 我們會請問多點 我們會找到 我們會訪問多點